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奔东西 尤其是东方镇宫鞋飞或者东南迅宫鞋飞 更加应验 第二 逆水来招 鞋飞两边而去根据人丁定位 左边代表一 四 七 右边代表三 六 九 中间代表二 五 八 如上图所示 鞋飞在中间 二方便凶败财损丁 若鞋飞左边掌防必然受到影响 若鞋飞右边 三方必然受损 这种风水格局应验速度是非常快低 第三 割脚水 割脚水 很多文章都有介绍 就是水域建筑离得非常近 而且地势低 仿角的影子都可以印在水中 这种称为割脚水 割脚水在哪个防卫 代表那个地方的人丁就会出现问题 第四 水壮天心 败得快水 从天心直壮到宅 贫穷在所难逃 因为天心冲撞是中心位置 一般二房会更加硬验 发破速度极快 第五 水直冲而来 无关蓝这样的风水格局 是不俱裁的 二房家中的紫长外出谋生 媳妇会跟着别人跑掉 第六 反攻水 反攻水与反攻路一样 都是一种极凶的杀 凡者贝离之意 是为无情之说 子孙不孝 远走他乡 一出浪荡子 喜欢酒色烟花之的 子女不务正业 第七 扫帚水来水口 为天门 去水口 为地户 天门可以宽 地户要紧锁 若与扫帚水 去 水口散乱 则为凶水 这种水一般会破财 家中败绝 以上七大饿水 在我们平时生活中 都是非常容易见到的 不论你买房 兼房 都要注意避免 城市中的鹿野飞水 多余上面七种类型的鹿 也是极凶的 作者微信191870788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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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